大雨开山治水 自从大雨俘虏了淮、窝、水怪、吴芝齐 讨伐了让洪水泛滥的元凶贡公以后 大雨便开始着手治理洪水了 一天,大雨正在黄河岸边观察水势 突然从波涛中跳出一个人面鱼身的怪人 怪人手捧着一幅河图献给大雨 据说呀,它就是河伯逢宜 这幅河图上画的是中原这一带的大小河道的流向 以及水势的情况 图上还标明了一些洪水容易泛滥的河床和地段 大雨高兴万分 他重谢过河伯又一路往东赶 大雨知道 要治理洪水 首先必须对地形地势有所了解 于是便命手下的两个天神 大张和树亥 要他们将大地丈量一下 天神大张从东极走到西极 量得的结果是两亿三万三千五百里零七十五步 而天神树亥则是从北极走到南极 其结果不多不少 也是两亿三万三千五百零七十五步 天神大张 和树亥不仅丈量了大地 而且还发现 在这广阔的大地上 除了纵横交织的河流以外 还有无数个三百任以上的洪渊 在中国古代呀 八尺是一刃 那三百刃呢 就是两千四百尺 要想在这样广阔的大地上 把洪水制服 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这天 大雨正在龙门山观察地势 住在龙门山山洞里的福西 便把自己发明的八卦图和预检 拿给大雨 告诉他 天地 风 雷 水 火 山泽 等各类自然物的性质 和怎样制服 利用它们的方法 而那只玉检 则能精确地丈量山川土地 智洪的工程开始了 大雨亲自拿了稿头本机 率领着成千上万的人 挖湖 筑堤 运土 填渊 大雨的行为 深深地感动了天庭的神仙们 大家纷纷前来助战 就连曾经为滚拖运西壤的神龟也自告奋勇地来帮忙 他一次可以驼运一座山丘 就是百刃的深渊 他只要来往运上几次土石就给填平了 天神映龙也帮了大忙 映龙是条有神力的巨龙 他长着一个比钢铁还坚硬的大尾巴 他用尾巴扫地 一天之内就可以疏通几条大河 在治水的过程中 最艰巨的工程便是开凿龙门了 龙门这座高千刃的大山 横跟在黄河中间 挡住了奔腾直下的河水的去路 因此河水只能从山脚下一条很窄很窄的河道穿过 每逢上游洪峰到来 河水不能畅流时便异象四野泛滥成灾 使当地的百姓苦不堪言 大雨不怕辛苦不畏艰险 亲自参加了龙门的开凿工程 炎炎夏日烈日当空 山石都变得无比拙人 流下的汗水可用斗粮 冬日里被风呼啸滴水成冰 冻烈的手足流下的鲜血渗透了龙门的山石 一年四季风霜雨雪地吹打 毒蛇猛兽的侵扰都没有动摇 大雨治理洪水的决心 春去冬来 整整花了五年的时间 大雨终于把巨大的龙门山凿出了一道窝口 使河水得以畅流而下 当龙门开凿工程 竣工的时候 人们是多么自豪和高兴啊 大家围绕着大雨 不住地欢呼着歌唱着 欢呼声直达云霄 也震动了天庭 天地往下一看 这一看不要紧 真正吓坏了他老人家 因为他从来没有料想到百姓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不禁对自己原来所做的一切后悔不已 后来龙门也就成了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黄河鲤鱼每年春天都要来到山下聚会 然后争先恐后地向龙门上游的河水中跳跃 据说 凡是可以跳过龙门的鲤鱼 便能够变化成龙 跳不过去的 往往会碰得头破腮裂 尽管如此 鲤鱼们还是会去试一试的 静总 接上三角 这几十开 鲤鱼 听得起来 静总 这件事情 this